這近兩年半來 警察局受通報 任何霸凌事件竟然是零 近兩年半來是零 你認為這個跟事實相符嗎 那從警察局的犯罪資料統計裡面 四個學校才有一個學生參加幫派 你認為這個跟你的常識符合嗎 那從警察局的統計資料 毒品幾乎絕無的 是絕遠的 你認為可能嗎 那從這些數字讓我們看起來是 如果這些通報的案件越少 我們更擔心的是問題可能更嚴重 因為就是更沒有面對問題 問題被嚴重忽略 所以霸凌問題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面對霸凌問題 今天我們就是想態度來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從國際間的研究報告裡面你看得到 像WHO世界衛生組織裡面 對31個先進國家做的調查報告 訪問15萬5千個學生 在這兩個月間受霸凌的經驗的孩子 高達35% 這是對於先進國家 對於開發中的國家 訪問了近7萬人 結果也差不多 那我們台灣呢 兒童福利聯盟在2007年 來做一個調查 對17所國中小 包括台北市的國中小 結果這些國中小的學統認為 在最近兩個月中 每星期至少被欺負一次的 有29.3% 可見跟國際上的情形差不多 那在2008年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調查了6萬1千多個學生 有高達3378名的學生表示 他曾經遭受毆打 遭受勒索 那一年的校園霸凌的通報案件 是只有20件 你看跟3378名學生的這個訪查報告 同樣是市政府 你認為這個彼此契合嗎 而我們辦公室 要了解台北市的各種問題 不斷的持續的全面的做各種民調 在我們的調查裡邊 我們在7月27號到8月5號間 我們做了有效樣本1257人 政府誤差2.76個百分點的調查報告裡面 我們可以看出來霸凌的問題 是國小就有國中最嚴重 到了高中值有一點暫緩 有一點下降 可是在國中家長認為 我們訪問家裡有家長的 國中小的孩子的家長或學生本身 在家長有近五成的人認為有霸凌 在學生有超過五成的人認為有霸凌 那在當派的問題 在國中裡面也有近兩成的 學生跟家長認為有 那毒品方面從國小就認為有 一直到國中高中升 那這個數字雖然不大 但這不是支持度的調查 這是有沒有的了解 毒品這種問題一有就不得了 因為這就是終身 而且他的受害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毒品幫派霸凌的問題 我們是一整體的來看 我們要把這些事實狀況點出來 然後我們就希望能夠積極的面對 我們就希望能夠幫助學生 幫助家長 幫助老師 幫助學校 我們能夠二子幫派 能夠防止毒品入侵校園 能夠讓霸凌減到最少 不可能完全沒有 但你積極面對可以有效二子 那能夠大幅減 用對方法 能夠大幅減低 所以希望來建構一個無毒品 無霸凌 健康安全的友善校園 優質的好校園 所以我今天提出來一貫的態度就是 我們很認真的從國內外的研究 從實證的調查 從學者的分析 然後我們宣示政見 表示態度 那我一向的態度就是 只要我講出來一定要做到 所以今天我們希望有正式的具體的做法 第一 建立申訴的管道 那申訴的管道 在設申訴的專線 設申訴的信箱 在交易局申訴的專線 在學校申訴的信箱 提供受害的學生 家長 知情者來申訴 那這不是要老師開始去做紀錄 去做調查 不是 這是要了解事情 然後要有一個通報的系統 這個通報系統我們要建立的 就是能夠在我一開始講的 在孩子長期被霸凌的過程中 天使出現 拉他一把 不要等到雞腿被搶 過了臨界點 來不及 申訴 通報 道理在這裡 那這個是要讓整個市政府的團隊動起來 大家一起來 而不是讓在第一線的老師 孤單的在那裡處理 而是全部的來 大家一起來幫忙 所以我們要增製學校的社工人力 結合輔導的老師跟導師 建立整個輔導的網路 即使發現 立即協助 大家支持 那對於受害的學生 給於心理的實質的輔導 對於加害者 甚至於他的家庭 提供治療跟協助 那平常學校的教育方面 也是要提供學生 老師 家長 來了解各種霸凌的型態 毒品的危害等等 那這些也有必要透過教育 宣導的方式 那有很多人是模模糊糊 只以為怎麼樣 或者自以為是 其實有一些事情 必須透過宣導教育的方式 而且是要 這個才是有用的方式 另外結合社區 學區 來有安全的地圖 來結合李林長 導富的商店 社區的志工來預防 霸凌的事件 就在學校門口 在通學的路上 在上學的路上 那能夠有效的遏制 及時的幫忙 另外我們來 有定期的調查 能夠來了解各種問題 那我們也要求 負責治安的警察 要讓整個社區的治安狀況 對於這一種方面 也要加以重視 遏制幫派 來侵入校園 不是要讓警察進入校園 而是讓警察做完 做好他的治安的工作 然後讓社區裡邊 警察也注意到這一塊 然後防止幫派 來吸收學生 防止幫派 來霸凌 學童 防止各種犯罪的這種情況 這是警察 要做好他警察的工作 我 特別要講 再一次要講的就是 如果我們沒有 大家來重視 沒有讓整個團隊發揮力量 常常每一個力量 就是孤單的力量 比如老師 老師面對霸凌的加害者 老師甚至也還會被打 被家長打 老師是很孤單的 我從來都是要給老師資源 而不是只有叫老師寫報告 叫老師 直接在第一線 絕對不是那種官司的那種做法